猎鸟为生,戒杀必获 据说,浙江航线出了一位远近文明的神医 这两种炮的技术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你好,我姓黄,名秀元,人称炮神 呃,先别吵我 哎,天才与白痴,我真是一线之隔呀 哈,戳破你们这些肿炮,哈哈 到了,到了 小米,到了,你不是说神医住很远吗 亏我还加了Turbo呢 不好意思啦,问家,请问多少钱 八十两而已啦 这么贵哦 那你干嘛不走路啊 表根本没跳嘛,浪费我的时间 派我大老远跑来给你包车 超白赚头的 马兄,请原谅我 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呃,这里就是人称炮神黄秀元的家吗 咦,这里是精神病院吗 抱歉,走错门房 等等,这气味是 走炮 如果我猜的不错 应该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白鸟巢王 白鸟巢王 大哥不就是得这种怪病撬辫子的 呵呵呵,天啊 我不想就这样咳屁啊 哈哈,好好玩哦 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你兄长平日耗食鸟肉 才得此报应 说,你干了什么 我不过是以卖鸟为生而已啊 有其兄,必有其弟 半斤佩八两 烧死了 听我娓娓道来好吗 我白天以火箱打鸟 夜里到树林间寻找鸟巢 回巢取鸟 为了生活 一里继业 不辞辛劳 为何我要遭此报应呢 哇哈哈 我被把人家离间 我被把人家打拼 喂,你有没有卖鸟啊 为了讨生活杀生 而非为恐怖机遇 我想应该不至于 握得像你兄长的下手 我可以为你治疗 不过,我有条件 任何条件 我都答应 为天发动事 从此感言 不再杀生 那有什么问题 还有 看他傻头小脑 没想到还挺会吵架还架的 每次看诊 记得带珍珠奶茶来 于是病人焚香对天发誓 从此戒杀 并开始接受黄秀源的治疗 哈哈 笔记泡纸好玩 我好后悔哦 休息一下 喝杯珍珠奶茶再上宫 嗯,好好喝哦 经过黄秀源半个多月治疗 竟然出现奇迹 哈哈哈哈 到了,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熟悉的声音 让你让是那个胖子 化成灰我都认得 问家,多少钱? 八十两 欢迎再度搭乘 哼,我是不是该改行了 神医,神医 你的针灸治疗太神了 不仅治好了白鸟巢王 还让我成功甩掉三十公斤的体重 如果如此,我还帮上健身教练呢 哈哈,恭喜你啊 上天赐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得好好珍惜 别再杀身了 是啊 感谢老天让我走过这难关 不过 难道,针灸有后遗症? 请你以后不要再买猪小弟珍奶了 猪小弟珍奶可是一等一的好喝 因为 人家变成猪小弟了吧 众生从无始来食肉习过 贪酌肉味 更香杀害 远离贤胜受生死苦 舍肉味者闻正法味 于菩萨地如实修行 速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